小朋友们最爱的绘本故事书里面的鲜艳插图配上天马行空的故事 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想象力 这回环境部就举办了环境教育绘本加年华 集结全国各县市精选的绘本 融入气候变迁 珍惜食物这些环境议题 让孩子能够从阅读当中就了解环保的小知识 3 2 1 请开展 翻开巨大绘本加年华正式启动 这回环境部第四度举办环境教育绘本加年华 展出来自全国22个县市的环保机关 年度征选的环境教育绘本 透过阅读的方式让环保观念在小朋友的心底萌芽 那我们透过跟22个县市的环保局合作 那让他们去征选地方非常具有在地性的环境绘本 让大家去了解在地的环境特色 还有对环境的关怀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加年华的方式 是把这些绘本推展出去 现场展出的七十八本环境教育绘本 内容从气候变迁 珍惜食物到资源再利用等议题应有尽有 活动也从往年获奖的两百三十五本绘本中 精选二十五个故事 制作成Podcast节目 让孩子用聆听的方式就能学习如何爱地球 那透过绘本以外我们还多元化推动环境教育 包括把这些绘本变成舞台剧 或者把这些绘本变成一个Podcast的广播节目 让大家可以透过各种的方式 包括看的或者是听的 或者是直接欣赏影片的方式 都可以达到环境教育的目的 比起生硬的知识宣导 色彩新艳的绘本故事书更具有吸引力 也让小朋友更愿意主动了解重要的环境小知识 家长也可以带领孩子一起阅读 不只培养亲子互动 更能让孩子在绘本中认识环境议题 记者综合报导